国产PCL-181卡车炮如今已经大批量装备部队 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争议 明明是全自动 为何还要人工挖住厨坑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一直以来火炮都有着战争之神的称呼 而我国一直以来也非常重视火炮的应用 比如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尽管我志愿军缺少重型火炮 但是在上甘岭战役中 我军仍然集中了上百门重炮 以及若甘门火箭炮 对攻上阵地的联合国军进行炮击 对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解放军陆军更是动用了空前规模的炮兵部队 打击越南军队 在持续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以及两山轮战中 我军各型火炮有十万以上的战果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 此前我军装备的这些牵引式火炮 性能已经非常落后 不光射速满足不了现代战争的需求 生存能力也极为低下 因此解放军陆军这些年来 逐渐开始用自行火炮 代替原有的牵引式火炮 我国目前服役的最先进的火炮 就是05系列155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炮 不过先进是先进 其价格那也是相当昂贵 如果完全用05式自行火炮 取代原有规模庞大的牵引式火炮 这成本显然解放军陆军无法承受 因此我国需要一款机动性强 同时价格也较为便宜的火炮 来大批量替换原有的牵引式火炮 这就是我国如今刚刚服役的 PCL-181型155毫米车载加流炮 可以说对于PCL-181型卡车炮 解放军陆军炮兵部队那是相当满意 简单的来说就是两分的经费三分的期待 然而最终我军工部门却给出了一个满分五分的成品 解放军陆军对这款卡车炮有多满意 仅从最近这段时间 这款卡车炮的出镜率就能看出来 当然了随着PCL-181卡车炮曝光频率的增加 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争议 从我国军媒公开的视频画面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一幕 那就是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在卡车炮后面 奋力挥动着工兵铲 为这款卡车炮挖住厨坑 可能有些老铁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 大口径火炮由于开火时的后座力太大 往往会发生位移 从而造成射击精度的下降 因此除了一些自重较大的履带式自行火炮之外 大部分都会有住厨 作用是固定炮身 让其在开火时不发生位移 从而保证炮击精度 但是要知道 我国这款新服役的PCL-181卡车炮 为了能够更快速地实现打了就跑的效果 提高火炮生存性 专门配备了能够自动收放的夜压式住厨 可以凭借自身的重量 直接将住厨压进地里 不用人专门挖掘住厨坑 看到这一幕 有些人认为 这是我军的传统思维导致的宣传脱离实际 是骨髓里的穷毛病 这也不是这些人瞎说 要知道靠士兵挖掘住厨坑所耗费的时间更久 也就增加了被敌人发现并反击的风险 这并不夸张 自从反炮兵雷达服役以来 火炮从进入发射阵地到展开炮击 再到撤离发射阵地 这一套流程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 否则就有被敌方反炮兵雷达 通过炮弹弹道发现几方阵地 从而展开反击的风险 也正是因此这一行为才会被军迷吐槽 不过在虎哥看来 这正是军迷朋友们误会了 尽管知道这些军迷是出于好心 但是事实上的真相 却完全不是这些老铁们吐槽的那样 首先是地质问题 尽管这款卡车炮 有自动收放住厨的功能 但是这也只能用于较为松软的土质 但是在某些地区 比如西北 包含大量碎石的硬质地面 会导致住厨难以固定 所以我们会看到 解放军炮兵需要人工挖住厨坑 另一个原因则是 挖住厨坑能够让火炮的首发命中精度大大提高 并且被敌人火力反击是快收问题 快放只是影响火力影响速度而已 毕竟打了以后住厨肯定是埋入了 两者没任何区别 要求高速射击 使用第一发炮弹的后座力 把住厨压下去咬紧 这第一发的精度就没法看了 所以要求第一发打得好看一些的话 还是得挖坑 作为印证的是 PCL-181在设计之初 研发团队就给它配备了 全套的十字稿和铁锹 用于在硬质地面 人工挖掘筑出坑 所以说 不迷信自动化和机械化 才是真正立足于 实战条件下的军事训练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得更好看